近日,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战区陆军、海军、空军、火箭军等兵力 为台岛周边开展联合演习,检验部队联合作战实战能力 此次行动,打的是台独,嚣张气焰,射的是外部势力,干涉介入 完全合理合法,正当必要 台湾地区领导人上任就严重挑战一个中国原则 赤裸裸贩卖两国论,妄图以武谋独,以外谋独 把台湾同胞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 这完全是在玩火,玩火者必自焚 台湾是中国的台湾,怎么解决台湾问题 是十四亿多中国人民自己的事 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实际行动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台独挑衅一次,我们的反制就推进一步 直至实现祖国完全统一